蘋果直擊血和郵差操勞的一天 現在當郵差不只要忍受 瓜風、日曬、雨淋 偶爾還要跟民眾的狗狗補感情 送個信搞得要過五關斬六將 現在還得把身體臉壯一點 康康泰泰十多公斤的包裹上樓 已經是家常便飯 預前蘋果天生直擊 遞送快捷的郵差的血淚 採訪當天 台北市區還在寒流的餘味影響下 下著小雨天氣又濕又冷 台北郵局快捷谷游物機查卓智榮 不為寒風騎著機車載運包裹 穿梭在中山區的大街小巷內 人在嗎 人在喔 來 麻煩你這個快捷 在逸送過程中 他騎到某大樓前 大廈電鈴剛好故障 我現在已經人在你們樓下了 幫忙幫我開門 好 好 幫忙 沒想到收監人家住8樓 但電梯直到7樓 卓智榮只能摸摸鼻子 拎著包裹多爬一層樓梯 但對他來說 這真的已經是最輕鬆的狀況了 他曾經碰過一個離譜的狀況 收監人公寓明明大門壞了 他下樓來開門後 也不願順手接過包裹 還是要郵差幫他扛上去 他是認為 你本來你就該幫我送上樓 然後他會覺得就是說 我們沒辦法開我幫你開了 你還是要幫我拿上去 要扛上去 對 卓智榮說 郵局快捷全年365天都有人值班 現在網路購物這麼普遍 快捷業務非常吃重 還得扛上班下真的很操 有那種公寓的五樓 還有那種加蓋的 會到六樓是沒有電梯的 他如果叫那個礦泉水的話 有時候下來 那個腳都是會站斗 沒辦法開車 對於郵政公會正式提案 要求加收上樓費用 卓智榮認為是有必要的 我是覺得說 他這應該是 也算是使用者付費 你今天達到什麼樣的要求 我們必須要就有做到 什麼樣的品質 想知道快捷包裹要漲多少錢嗎 快點下一支動新聞